我们祖父来祝祝 这国一群我们也不知道 祖父会祈祖 没有 这样的话来说 我们要切断平衡 切断平衡 用妈妈心疼孩子的口吻 向护理人员道感恩 几打慈祭之工 为牺牲中心的工作人员 安排了惊喜 有人肆虐起自己的母亲 我真的欣赏我妈 因为她很远离我 我每天都没有见她 每天都是四个小时的旅程 从这里到我家 两个月就没有见到她 只是打电话 我感到很悲惨 我现在没有分享这些时刻 我看到摄影视频 我真的欣赏了她 慈祭之工送上安心祝福包 有物资还有商人的慰问性 让大家感受满满的爱与关怀 坚守工作岗位的大家 也把感恩写在祝福卡上 回报家人对他们的包容 感谢家人 就是让我当上护士 所以在这专题期间 我才有那个死民机会 还有责任去为国家 为大众去付出 就是一起抗议 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虽然疫情就是 没有办法将快结束 至少我们照顾好自己 我们总会有团聚的一天 大爱新闻王哲卫 马来西亚报道 希望可以很多东西 我们来教训 很多东西 大家其实